大家好,我是阿洛 来来来,那么赶紧开始吧,GoGo 好的,我们今天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写风路 那么在上一期的结尾,我们以馆主的身份 跟初代的主角三人进行了道馆挑战赛 经过私底下的一通不懈努力啊,总算是打过了 这我实在是不得不说啊 在这三round的车人战里面,尤其是那个赤红还有青绿 这两个最难对付了 天啊,花了我一个多小时 我洗了好几次队伍才好不容易打过 这个主角就是不一样 各种多属性的combo让我差点招架不住 总而言之,战斗结束 青绿表示好厉害啊,可惜就只差一个徽章 我就能够挑战联盟了 不,你们的实力也不弱啊 就算是输了,我还是会给你们徽章哦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你 哟,赤红,我就先去石英高原啦 必然要不要先跟我走 也许我们还可以顺度去看看风景什么的 我不要,我要跟赤红一起走 这个直接被打枪哦 而赤红一眼不发 好啦,亲爱的,我们也走吧 好,你终于说话了,好感动 没有我们的板木都心中哦,我意思 原来那个小鬼会说话 好啦,总而言之,我也要赶快回去了 画面一个转场,直接返回基地 红豆汤已经煮好了哦,露露 赶快趁热喝了吧 啊,谢谢老大 嗯,真甜 而随后话风一转 露莎米奈表示 其实啊,老大和雅迭娜的事情 我早就已经知道了 你们的孩子现在也挺大了吧 是吗,还是没有瞒住你啊 老大,你觉得我会生气吗 我可没有那么小心眼 在我死了之后,你把孩子接过来住吧 不用再顾虑我的感受了 唉,别说了,露露 别再这么说下去了 板木老大,我爱你啊 呵呵,天哪 这吐鲁其矮的告白 呼,终于说出来了 我不想老大回应我什么 一直以来能够待在你身边 我已经很快乐了 你出去一下吧 我想要一个人静一静 好吧,我想板木的心里 也是感到很难过 啊,但是对不起了 人家就是不爱你嘛 走走走走 哎呦,我正好在找你了,板木 联盟发来消息 叫你快去十英高原 是吗,计划终于要开始了 完蛋了,这个地方 我不想的预感 来来来,赶紧保存一下 我猜想估计又是一些麻烦的车轮战 我们带队向前 杜表示,板木你终于来了 就差你们了 各位,时机已经到了 就让我们消灭一直以来 操纵联盟权力的幕后黑手 板木,你们跟我杀进去 而其他的人守住大门以防增援 此时画面切到了联盟的内部 前方有四个人 这几个就在上位置 杜,你好大的胆子啊 竟然敢带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进来 他们是火箭队啊 什么,火箭队不是已经揭灭了吗 原来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哼,他们果然是你的私兵啊 可恶,今天你难道真的要造反 奇怪了,四天王呢 元老院呢 别喊了 他们早就都是我的人啊 这些都是你们自找的 早点把冠军给我 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你还想当冠军 我真恨没有早点杀了你啊 那么就看看我们今天是谁杀谁吧 我们才没有那么笨啊 敌尽我退,现在走为上策 随后他们就直接闪线跑开 想跑,追 你们这些人是跑不掉的 哎呀,混蛋 居然把外面的门给堵住了 难道没有别的出口了吗 哈哈哈哈,你们也有今天啊 什么啊,已经追上来了 这样子看来只能拼命一战啊 Oh my god 所以说这里要打四软 我之前以为问号男只有一个 没想到是四个人啊 没想到是四个人啊 还是 implementation的是四个人啊 未经许了 一、二、三、四个人啊 就继终了 使你那些me увид 一、四个人大运看 很变 与您将会看到 我可以做 你要做 两很大的 我公子 不出来 我可以做 如果你做 我、你的 的 你这样保持 哦我的天啊 终于是打过了 看他妈的我真的很虽小 我前面第一次打到第四场战斗 好不容易就要打完了 结果那场战斗他只给我五只 所以说我输掉又要全部重打 真的太过分了 不是说好随机六只一百等了吗 只给我五只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害得我又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总算是打过这些问号人 来吧来吧 战斗结束之后 他们跪地求饶的表示 杜啊看在我们培养你的份上 饶我们一命吧 是啊是啊 真是可怜啊 你们在求我吗 对对对算我们求你了 已经太迟了 你们去死吧 啊 是直接拿刀捅他们吗 好啦上头的人都死光了 杜大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接下来就是你的舞台了 告辞 而正让我们火箭队准备离去之时 杜在后方大喊着等等啊 哎还有什么事情吗 板木啊在我成为冠军之后 四天王也会重组 我希望你能够留在我身边担任四天王 不杜大人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比起四天王 还是火箭队的老大更适合我 哎呀你不用马上回答我啊 回去考虑一下吧 不用了 无论问我多少次 我都是这个回答 另外值得一提 我们火箭队不是杜大人的私兵 我们是因为相信你的承诺 才会听你的命令 希望你当上冠军之后啊 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所说的话 随后板木潇洒离去 而一竖着赶得过来 哼这个板木啊 难得杜大人有心要提拔他 他居然如此的傲慢 哎从此之后 我就是石英高原的主人啊 不听话的人我不需要 总而言之 板木四天王的位置 由你来担任 是属下并将永远听命于杜大人 那么您打算怎么对付板木呢 他手下的石队长可不能小看啊 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 对了 风源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 这个嘛 自从成都我盯下来之后 他们就连客船都不敢往这边开了 哎呀这可不行 他们要是不来找点麻烦 我就不好办了 对了 我记得风源的商船 一直是从风源海峡走的吧 是啊但那里是公海 什么公海 几百年前那里可是属于成都的彩虹王朝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妙妙啊 这么一来我们就有合适的理由可以攻打风源 哎注意一下你的用词 我们只是守护成都自己的领土而已 而到时候呢就派火箭队做先锋 嘿嘿一石二鸟 坐收渔翁之力啊 高实在是高啊 哼走 喝庆功酒去 哎他这什么意思 这个都市想要利用攻打风源的机会 把我们这个火箭队的组织 直接推到火坑里面是不是 这个计划听起来是蛮奸诈的 而随后我们好像接到的消息 阿赤啊 去风源的人选定下来了吗 联盟已经开始在催了 没有耶 联盟说要五个队长 还有七成的普通队员 队员的话倒还好 但是队长没有一个报名耶 这也难怪了 毕竟这场战争一点都不合理 说是要防卫风源的入侵 但是计划却是要深入风源 说到底啊 就是杜刚上冠军 他想要靠打下风源给自己立威罢了 这个我们真的要帮他出力吗 哎杜大人这几年这么照顾我们 这份恩情可不能不报啊 可是这人选 恩我再想想办法吧 随后画面一个切换 我们来到了其他队长的视角 哦对的 我这里题外话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 除了空跟和尚这个角色之外 其实这边的石队长人物模组 就是神奥的那些搭档训练家嘛 那么颜色方面我已经尽量改好了 所以说各位不用想太多 反正这是一个平行时空嘛 来源说你叫我们几个集合 是有什么事情要讲 空则回答 实不相瞒啊 我希望你们四个人可以报名去风源 哎呀你好坏啊 你怎么不自己过去呢 况且这种没意义的战争 万一我们受伤了怎么办 没错啊空 别忘了我们还有任务 我们不在的时候 公主是怎么过的 一想到这个我就担心啊 恨不得马上回去 是啊 所以得尽快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 你们听我说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让你们过去的啊 想要恢复彩虹王朝 我们必须要找到传说中的凤王 还有他的神器 这也是我们当初会加入火箭队的目的啊 但结果呢 还是一无所获 所以我想要兵分两路 我继续在这个地方搜寻 而你们去风源打探 万一那东西就在风源呢 嗯 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 那我留在这里 你去嘛 你去嘛 哎呀 你们几个是四大贵族的现任主事人 四大贵族 论能力来说 你们比我高太多了 而且留在这里 我还能借助火箭队的力量 啊 说的也是 你不过就是一个三品贵族而已嘛 那还是我们四个人一起过去吧 嗯 你们去准备准备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回来 OK 经过了一阵劝说之下呢 他们就出发了 但随后躲在一旁的斋腾子 走得过来 他只默默的说了一句 恐怕他们回不来了吧 哟 哨特 你很喜欢偷听别人说话吗 你让他们几个去风源 就算不暂死 也会被你安排的人给杀死吧 你你在胡说什么 难道我有说错吗 你一直受四大贵族打压 杀了他们 你就可以自己主事了 不是吗 那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还知道些什么 很可惜啊 你安排的人已经被我解决掉了 但是我们可以做个交易 这一次我也可以报名去风源 然后暗中帮你干掉他们 蛤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凭什么相信你 来不及了 你现在只能相信我 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要带我去见你们的公主 啊 你妄想啊 公主还是一个孩子 他不会见任何外人的 你只负责带我去 至于见不见那是公主的事情 怎么样 这个交易很划算吧 杀死他们四个人的机会 可别错过咯 点点点点点 哎 好了好了 带你去就是了 哼 哦 我感觉这个地方的剧情 我有点混乱了 他这边突然跳脱出了一个新名词 彩虹王朝 然后呢 几个队长的身份 其实是四大贵族 但是我想现在应该也不重要吧 总之画面一个切换 那么以下就是这一次 前往风源的队长名单 齋藤 圆 平 藤圆 橘 你们五个 祝你们得胜归来 而一旁的陆沙明奈也说了 齋藤老弟啊 这次轮到你出风头了 可惜我不能一起过去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哦 咳咳 你可是我的劲底 你只能死在我手上 哼 你先养好你的身体吧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能够杀谁呢 好了好了 大家准备出发吧 然后画面一黑 他这里应该不会有 攻打风源的画面吧 那接下来的剧情走向是 是怎么一回事 左边遇到的赤日 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一个 好了别卖管子了 快说 这个吧 好消息是阿罗拉的莫恩博士说 他可以治好露露的病 哇那太好了 露露有救了 那坏消息呢 但是莫恩博士的条件是 露露必须和他结婚 哇靠 这趁火打劫啊 他说他一看到露露的照片 一见钟情 这这一见钟情吗 哎呀 我看这是露露一定不会同意的 不过现在只有你才能说服他 天哪 你是要我去跟他说 让他跟那个莫恩结婚啊 怎么 白木你舍不得是不是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 如果你当初 好好好 别说了别说了 我去劝劝 毕竟没有什么 比他活下去更加重要了 之后我们快步的跑到露露的房间 他依然在吐血 咳咳 糟糕了 好严重啊 不能再拖下去了 哎老大 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都没有发现呢 是这样的 我已经找到治好你病的方法了 不 我不要去阿罗拉 就算我死也要死在老大身边啊 什么 你听到我和阿赤的谈话了吗 别任性啊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治好了之后 你再回来看我嘛 你要我以别人妻子的身份吗 我做不到 老大是不是特别希望我去呢 毕竟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在这里站地方又碍眼是不是 不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啊 我想要你活下去 好那这样吧 如果老大能够打赢我 我就提你的 否则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好 我只能够让你活着 我一定要打赢你 哎 我靠 这个地方居然进入了对战 来对战结束之后呢 路沙米奈表示 我果然已经是个废人 我答应你 我会乖乖去阿罗拉的 只是他心中OS 老大我怎么可能会输呢 但是我不能再让你为难呢 好啦 总说我明天会送你去港口 但只是板木也心中OS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输啊 但是我不能那么自私 嗯 这感觉两人啊 心中都有自己的小想法 一个是想放水 但是不得不认真 一个是想认真 但是不得不放水 好好好好好 总而言之啊 经过一阵转场 这里的BGM又陡然一遍 我们将其送往港口 啊 这海风吹来真舒服 仔细想想 我们很久没有单独出来了 今天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哇 哇好感人啊 要到了分别的时候了 老大你要照顾好你自己哦 你也是啊 露露 那么就再见了 啊 直接搭船走 我怎么有一种 把自己的妹妹送去 给人家当老婆的感觉 那不对 确实是这样子啊 哎 感觉心中是百感交集啊